Hello 如果上个星期你有留意我们 就知道我们首先今天开支智利酒 不过是挺贵的智利酒 减价价我们的店铺买差不多600元 挺贵的 多谢公司 多谢 是我们会找回来的 不用担心 待会说一下智利酒 因为对不少人来说 智利酒仍然有些便宜价货 100元3支 80元1支 但其实智利亦有好的酒 是的 我们待会可以说一下智利酒 但说之前我们就介绍新歌 我们可以派台歌介绍 很开心 因为我们帮了很多年 不是年 也不是很多年 很多月的小编 可宜和Chloe 就有她第一首派台歌 因为以前 其实是我们为何这段没用的 以前Chloe也会弹吉他 所以其实你听了很多很多Chloe的cover 但是她今次是自己作一首歌给自己 那我们不如叫Chloe介绍了 好 才再赶走 没关系 哈哈哈 可以 可以 我们一路播出一路说 介绍 但是听不听到的 听到 是 大家想听她Live唱 还是听 不如先问一个最基本的 现在这首歌是否在任何的 副款的听歌平台也有的 是的 也有 已经上架了 即是YouTuber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 要打没关系 我的名字就有一个艺名 就叫做Coe 是的 读音也是Chloe 因为Coe 讀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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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二氧化碳 是的 但是没关系 CO2 其实它也是二氧化碳 它会令你窒息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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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交给你 当然交给可怡 Coe Coe 的介绍 为什么会没关系 第一首拍台歌就叫做没关系 是 因为这首歌 是我想出第一首歌 我想出一首是情歌 和轻快一点的歌 令人比较舒服一点的感觉 这首歌是二二年11月写的 是的 那也等了 很多二氧化碳 Coe 是的 可怡 2022年 因为那时候是中了COVID的时候写的 所以那十几天就在一间房间 自己想很多东西 然后創了很多剧 然后看到一些甜蜜的东西 所以就写了这首歌 然后一直在中间 找到密色的一个填词人摩田 然后跟天恩聊天之后 就发现他也有兴趣填词人 所以就找了他 另外也一直找了我之前大学的一些同学帮我编曲 这一首抹关系 其实是说一个曖昧关系的两个人 那其实可能我们一段关系 我们开始了虽然我很喜欢那个人 但是拍拖 你有很多事情都是可能为了拍拖而做 那便会没有了那个拍拖的乐趣 可能我又要想和他去哪里吃饭 放假要做些什么 那可能这些事情 就会令到大家觉得 这段关系很有压力 所以如果我们 大家都不一起的话 就维持在这个曖昧的关系 那也没有关系 所以最后大家是没有一起到期 没有一起到期 大家都没有关系 大家都没有关系 就没有过关系 不过我也同意 就是说不说可以 不要紧 因为过去有一些你身边的女孩 你觉得都和他好像有些感觉 很想和他一起 但是你最后没有 其实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回到最后看 你是慶幸会和他一起 因为你和他一起了之后 可能他只是你其中一个前途 甚至大家闹回了 但其实你和他呢 可以继续这个感觉 可能去到很多很多很多年 因为有时候很有趣的 有些东西不刺破 不刺破他 会是最好的 你和他的感觉 就维持在那个很漂亮的气泡里面 你不要刺破他 一生都是这么漂亮的 所以有好有不好 很有感觉 Ken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我在说美呢 其实就是在说这个感觉 所以大家都可以 有机会可以维持一些气泡 不用全部都要拍拖 有些气泡都是真的 因为大家有些东西太近 一起都不同 那些交通灯 你曾经等过马路的 有没有有一些寓意在里面 那是我给的意见 即是给Kinkel的那个人 因为我想 是好像我带着电话 然后过马路的时候 然后去回忆这一段关系的感觉 即是会不会是有个感觉 就是说 其实可能是在做一些 平日生活很常做的一件事 但都会突然间 会闪起一些回忆 一些点滴 其实会价很正常的 其实气味 我觉得气味 对我来说气味 第一 就是闻到那一阵味 突然觉得它在你身边 很有趣 这个对我来说 是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 总之 你认识的任何人 或者有些什么人 在你的交通灯等过马路的时候 你可以 就像我们喝酒一样 所以大家记住 上YouTube 或者你去各大平台 最好可以付钱 下载Kori的一首歌 没关系CO2 那就辛苦Kori了 谢谢 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上去法国的网页 他们最近有六条短片 其实是纪录片 再加一条很短的短剧 你当它是短的 那些叫什么 语塞说不到 短片 有个名字 是不是就这样叫短片 一分钟的那些 我Clip 是不是有个名字 reals 例如拍的电影 只限于一分钟里面有个名字 待会想起来再说 反正 他们有六套纪录片 加上一分钟的短片 其实他就和六个不同香港电影主题自经 为什么会说呢 其中一个 我真的没看 我猜你也没看 就是找回张艾佳 找回林子祥 做回最爱的延续 话说1986年 我没记错 但我真的没看过 张艾佳 张艾佳做导演 张艾佳自己 妙牵人和林子祥 是什么妙牵人 是三个人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喜欢林子祥 在友情和爱情之间 如何去选择 就是《问世间》 对 就是那首主力曲 对 最爱是谁 对 就是那首主题 也是那个主题 那部电影叫最爱 对 叫最爱 剧情就是说 OK 那部短片很简单 就是说张艾佳在天星小轮上面 因为其实都要卖天星小轮 说给一些旅客 天星小轮很棒 在小轮上面 拿着相机 然后突然看到一个 很像林子祥的人 一放下 其实不是林子祥 而同一时间 林子祥坐在小轮上面 看到旁边的女生在拍照 他以为是张艾佳 其实都不是张艾佳 只不过大家都隔了很多年之后 仍然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 突然间会闪过对方的一些回忆 就很像Chloe的手工说 没关系 就是你去到几十年后 可能即是你去到六七十岁 你突然间记得那个人 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很快 我喜欢你以为是踢楼 很快 我想说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我当然是 好 我们试试你先走 好吗 是时间 都真是一个 有些人是会形容它做 杀猪刀 即是时间 会令到很多美丽的回忆 变成一些回忆 或者是一些很漂亮的能量 你再说一次叫什么 杀猪刀 时间是把杀猪刀 okok 是以前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即是时间是很残酷的 光音是很残酷的 会将很多事情 令到人很残酷 或者是一些事情已经没有了 但对于某部分的红酒来说 其实都不一定是杀猪刀 反而可能是令到它更加有多些复杂味道 我这个厅是不是有点难呢 不要紧 最重要是听到 这就是一支智利厅 其实你见到的红酒也挺漂亮的 也是一支很出名的酒庄 还有一个区 我不知道算不算 这个区 这个valley 这个山谷 可能都比较出贵的酒 不知道是不是真实 也是的 但起码这个酒庄 这些酒都不是普通货式的 都是一些好酒来的 简单地说一下 这个就是 Erazuritz的 就是酒庄名 是的 Don Maximiano 智利就是说西班牙文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择这个智利酒呢 就是因为 其实较早前 在香港 就是因为我们有香港的酒战 在5月的期间 就是我们重夺这个 Vin Expo Asia的一个活动 很重要啊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做酒的朋友来说 这个意义都大 但是和这一支智利酒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其实在20年前 就是有一个葡萄酒的盲品 就是blind tasting的一个活动 就举行了 当时就是在一个德国的柏林 这个地方 是的 那和智利酒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又德国又等等 其实原来当时 智利的一位酒庄的一位主人 其实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做的酒的 质素很好 他就是效法了在1976年的 Judgment of Paris 即是Steven Sperry 一位英国的酒商 他做的一个品事会 那一次呢 1976年那一次呢 就令到加州酒 声名大噪 而这位智利的酒庄的主人 就叫Edward 如果你将他译造 就是英文 就叫Edward Edward 是爱德华 是的 爱德华的西班牙文 就是爱德华道 我叫他的西班牙文 就是Edward Edward 他自己本身是很自力于做一些 质素很高的葡萄酒 他就觉得我们做些酒都很好 为什么大家都好像坊间 尤其是一些消费者 觉得智利的酒都好像很简单 很便宜 很价 没有什么特别 于是他就效法了 而斯蒂芬·斯巴里亚 英国的葡萄酒商人 就是再做多一次 类似这样的比拼性的品事 找了一些法国的酱酒 意大利的酱酒 和智利的酱酒 放在一起 就找一些酱的酱酒 就去做一个 用暗粉的 他还没出生的时候 他还没出生 20年前 做一个暗粉的 最后智利酒有三支 入到最后五强 所以很精彩 而他自己做的酒 就有三支 他带自己的酒 是的 因为他是在柏林做的 所以从此以后 他将它命名做Berlin Tasting 就是柏林品事会 所以我相信 所有新的区域 你想出名 就用这个方法 就是找一些法国 意大利 加州 智利的酱酒 然后你发觉 原来没有那些都能入围 那便很厉害 当然 他做这个Berlin Tasting 也有经过深思熟虑 他也有邀请 刚才所说的 他效法的那位 对他来说 应该是一位前辈 也是偶长 Steven Sperrier 已经过世了 他找了他一起合作 去做这个Tasting 这些便是有奸命 做Marketing 这些都很厉害 我相信 它是Marketing 就是噱头 加上实力 都是兼备的 所以那次 他们试了酒之后 发觉 原来智利酒的排名 和评分 可以这么高 虽然一般人觉得 智利又热 又不是一个 很有钱的地方 为什么会做到很多酒 其实每个地方 都要做的话 都有好的地方 可以做到酒 当然 对于我们的酒瓶人 或者一些业内人士来说 这次的品事会的意义 就是说 原来智利酒 是一个盲品的情况之下 大家对他没有这样的偏见 的情况之后 发觉原来他的质素 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非常高的 即如果有一天 可能是明夏 搞一个Bly Tasting 大家撇开动 觉得内地做的酒 未必是很好的时候 可能他也会拿奖 有时就是 没有了那个 颜色 没有了那个感觉 觉得他一定不是很好的 有什么机会做得好 我读书的时候 也有读智利的区 一定要读 这么大的酒区 读的时候 都读到这个地方 叫做 阿康加华 Value 怎么串的呢 就是串Value 串给大家听 就是ACON CAGUA 就是读阿康加华 类似是这样 是 非常接近我所听到的 阿康加华 在智利 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产区 如果一个最大的产区 是承产一些很成熟到很高的红葡萄 例如Cabernet Sauvignon Mello等等 主要就是 可能听得比较多的 就是MIPO 即是米布 是的 我也是记住米布 MIPO 好像是 是米布 另外就是 最细分 就是 Kochawa 和阿康加华 米布有个不好 可能是香港的特别 买得米布的时候 都是便宜的 是吗 因为米布的产区很大 对于香港可能引入 尤其你在超市 或者在网上买 经常看到米布比较便宜 有这样的感觉 是 阿康加华 就是一个生产 Cabernet Sauvignon Mello等等 这些叫做 波尔多葡萄品种的一个产区 所以 如果你是喜欢喝这一类型 例如 Bordeaux style 或者是一些很深色的 红葡萄品种 或者是一个很有深度 喝下去 好像涌 那么厚的一些口感的酒 阿康加华 应该就可以满足你 因为我问过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答得不好 我只是说 那不同口味 他问 那里有做Bordeaux Blank 那里有做Bordeaux Blank 我为什么不喝Bordeaux 我要特意去买一瓶智利酒 但其实它是Bordeaux Blank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你试试说一下大家 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你又吃广东人做的鸡 但又吃法国做的春鸡 你又对了 所以老师真有老师的吸收 是吧 葡萄品种 如果你说Bordeaux Blank 其实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叫法 对的 没错的 Cabernet Sauvignon Melo 都是波尔多的葡萄品种 但由于它现在已经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国际巨星 它已经是一个国际品种 其实它在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有做得很好的质素 而且是百花齐放 波尔多有波尔多的风格 但在智利Cabernet Sauvignon 是很出色的 在中国大陆也有它自己的风格 所以其实只要你是对于葡萄酒 有好奇心的话 还有你是对于葡萄酒 有一个想学习的心态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涉猎一下 和去试一下 接着你可以试完之后 你会发觉 我是不是真的 那么喜欢波尔多的Cabernet Sauvignon 的风格呢 接着你可以很大声地告诉别人 不是的还是是的 你有个原因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呢 刚才我们提过 那个饮料很舒服 那个舒服就是 它有它的Cabernet的特性 譬如黑鸣子的感觉很重 但是呢 它就没有平时 有些人不太喜欢丹宁的 鞋口味 有些人的感觉 有些人不喜欢 他呢 好像你这么说 那个私勇的丹宁就真的好 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叫私勇班的丹宁呢 这个呢 就真的是一个挺好的textbook的example 是 真的可以告诉你 我觉得是介乎私勇和天鹅勇的感觉 因为其实它还是挺年轻的一只酒 一七而已 是的 所以其实呢 就是 就是喝下去呢 你会觉得那个口感 还是很厚重 但是呢 已经开始有一些 就是 嗯 那些味道 开始 就是 醞酿着 然后呢 你会觉得 喝下去呢 比较真一点 不会张着你的口 因为有些酒 如果太年轻的话 可能会张着你的口 你会觉得 太多了 这个呢 我觉得是挺舒服 开始已经在发展了 所以喝下去就很舒服了 是 所以大家可以认识多些智利酒 我们有机会再讲多些智利酒 是 记住呢 做些什么呢 就是听可疑的没关系 是的 哈哈哈 感谢